十年的時間 可以將一個人的心智由幽亂 磨練成成熟 看回我過去的十年 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唱歌是我離開校園之後 第一份工作 到今日 我仍然是這麼熱衷我這一份工作 這又知識無明 又變成大家都熟悉 期間的確是很困難重重的 但是我認為最大的敵人 就是我自己 因為每次演出 我都會反覆思索 怎樣才做得最好呢 完全不可以讓其他人 或者雜念影響我的演出情緒 這就是我追求完美的一種表現方式 每個人都有失意的時刻 當我感到失意落寞 我會第一個時間找朋友聊天 在這個圈之十年 最大的收穫 就是認識做一群可以坦誠相對的好友 他一直都很支持我的 莫迷 一個青人 為誰眷戀 誰是認識的 我會見到你 我會見到你 要平安靜 我會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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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